大家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赵孟夫 每日一支,这个探 探索的探,侦探的探 我们先分析一下,这支还是算是笔画多 提手旁,右边一个身 类似身 凯硕的部分呢,这木经常是这样开张的写的 然后这两个钩,大概都这一致的一个高度 上面这边比较低一点 这边凸出来可以高一点 结构上的分布要注意 里面,这里是有血的写法 再留意一下 那我们稍微带一点点形书的写法进来 好,带上来流动性 好,这也是一个流动的,跳上去 再来,里面差不多 然后,但是我这里整个带笔的动作在里面 绕上来,过来 这一撇,这有一个长点来代替 我们经常是会改成这样 但是书写上会比较 感觉流长一点点 好,那我们呢,再继续省略 这里面这一个经常会变成 感觉只有两点的味道 来看一下 变成两点 这样写 也有常常看到 变成好像写一个米字 这种写法 再留意一下 好,然后再来就是 这米,这两点会变成像一个横画 就常看到 就是比较接近我们左边的写法 但是我还没有 这是蛮常看到一般的写法 这种探字 最后呢 就是赵孟佛这种写法了 来看一下 带上来 底下 这里连贯性 过来这一撇写得很高 上去 勾 好,一个撇 这样 好,那这是赵孟佛的写法了 当然,当然它这里写得比较低一点 但是我最主要是演示一下它的笔法 我是写得比较视频巴文一点 大概这样子